知识优雅的坐卧在玻璃药柜上 或是睁大眼睛像招财猫一样看着客人 一只只可爱的猫咪都是迪化街店家的猫店长 特性就喜欢乱晃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会请客人吃鲍鱼 然后他如果就是趁就是大家不注意 然后就偷偷跳上桌子上来投吃这样子 迪化街是著名南北或一条街 养猫原先是因为防老鼠 却意外成为店家的招财猫 有猫咪不只有IG粉丝 还有猫咪会到处串门子 成为店家之间的亲善大事 店家他们会养猫的目的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当然蛮多是因为 当初是因为这边卖蛮多都是跟吃的东西有关 然后很多是因为是怕有老鼠在 那养猫就可以帮他们室友去老鼠的这个部分 很多其实也都是从这个流浪猫来 那其中有一只是猫妈妈 那他生了当初生了一窝的猫之后呢 然后附近有一个店家他也想要说 刚好可以去认你一只猫 所以他后面有一间这个未来的农产 他是卖这个南北货的这个店家 他们家这两家的猫就是有亲戚关系在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店家 其实他们家的猫是有不一样的一个亲戚关系 而举办猫咪摄影展的契机 是一位摄影师在迪化街古装拍摄工作时 发现了一只可爱的店猫就请模特跟猫一起入境 从此与大道成店猫结下不解之缘 之前有一位专门拍猫的摄影师叫蔡蔡子 那之前他帮这个台北话摊有拍过一次 这个街上猫的一个特辑 那有人来找我们协会做一些就是洽谈的部分 说看可以做什么样的合作 那后来就谈到说 有没有可能说之后 因为这边其实生态就是有蛮多的店 都有店猫的部分 刚好大家都有发现到这件事情 然后想说有没有可能去 以这样的议题来去出一本 做关于这个街上店家跟猫的这样的一个摄影书 然后再想说 那在我们出出之前 有没有可能就是把这些店家 可以先挑一部分来做这样的摄影展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在大道成这边的这些 包括小动物啦 这些猫的部分 可以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去认识这样的店家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摄影展 现场除了展出十家店猫 还有图说介绍每一只猫咪的个性和特色 这些猫小孩不仅是店家亲密的家人朋友 也是迪化街最迷人的可爱风景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愉ии